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同学 大家好 请看感应篇第八十九节 科略齐下 恐吓于他 这个两句卧座也是我们很容易 触犯的 多半是属于习气 可可 虐待下人 过去 官吏 虐待平民 可可平民 这个家庭里面 中上等的家庭 用的奴背都很多 那么对于这些人呢 往往也加以虐待 没有想到啊 做下人的 做下人的 他也是人 也是人之儿女 我们说佛之后 对于这些事情 了解更深 过去生中 过去生中 都非常厚道 都非常厚道 我们不能成就 实在是不能克服自己的烦恼 如果我们用 如果我们用 有成就的人 对自己的要求 非常严格 对别人呢 能宽恕 在日常生活当中 早睡早起 这是生活里面很重要的一条 可是在都会里面 生活确实比较困难 可是还是有啊 我们曾经看到 早晨四五点钟 在新加坡 在台湾也是的 我们到公园 公共场所 就有很多人呢 在那里练拳 在那条练功 那么这些人 目的不过是为身体健康而已 我过去在加州 我们邻居 有一些老先生 大概是八十出头的样子 大概是八十出头的样子 他们每天早晨呢 也是三点钟起床 接班呢 到外面去走路 每天大概要走一个小时 才回来 都是为了锻炼身体 都是为了锻炼身体 我们讲修行 每一天这样就懒散了 怎么能成功呢 真正修行到场 老和尚 对于同学 都有严格的要求 我在初修佛的时候 那时候没有出家了 以居室身份 跟参元法师 在这个埔里住房 那个时候埔里是乡下了 水电都没有 所以晚上没有电灯 参元法师 买了个汽车上用的电瓶 用小灯泡 手电筒的小灯泡 每一个房间用一个小灯泡 佛前面点蜡烛 所以在山上晚上八点钟就睡觉了 三点钟起床 三点半钟呢 我们就做早扩 早扩是过人做过人的 在山上做早扩 那个时候拜佛 早扩起来拜三拜拜 每个人自己定自己的功夫 参元法师年岁大了 其实那个时候 他才四十多岁 他拜佛的动作很慢 我们拜三百拜 他大概只能拜一百拜 那个柱山上有个大宗法师 提个很好 他拜的速度比我们都快 拜的最快了 他一天拜一千年百拜 我在山上一天拜八百拜 这是我们的定库 这是我们的定库 拜佛完了之后 大家在一起打一个山规 每一天规定 有两个小时读经 读经也是过人读过人的 你自己喜欢读什么经 喜欢研究什么经 自己做自己的 生活非常有规律 毛棚虽然小 只住五个人 可是相当紧张 时光没有坑过 如果有丝毫放异 道也当然就不能成就了 所以为什么不 所以为什么不 口渴虐待自己呢 迎是其局 越简单 越好 参与法师很重视阴阳 也不能说没有道理 那个时候在山上 我在山上做医工 照顾三位法师一位老人 老人是朱金昼老巨司 他那个时候已经七十多岁了 在山上 在山上照顾四个人 这样在山上 住了半年 半年 半年当中 我拜佛超过十万本 我拜佛超过十万本 确实把心安定下来了 所以有这么一个基础 以后到台中去学教 在台中学教 我每天还拜三百百 在布里每天拜八百百 到台中之后每天拜三百百 拜佛是个很好的运动 对于身心健康有很大的帮助 所以人要想成就 应当对自己扩客 对自己引力 不必不必用这种方式对别人 对别人过时 这个汇编诸节里面 引用佛一段话 这一段话是释迦罗月经里面的经文 这是一部小陈经 我们过去在台中 识过这部经 说佛告释迦罗月言 一切世人是其努仆当有五四 这是佛教过我们 怎样对属下 他人一直先以知其 即可含术 然后去识 这一条很重要 先要照顾他的生活 然后才可以使唤他 第二 有病当为医治 一定要尽心尽力 帮助他治病 三者不得忘用变他 当问虚实 然后则治 可恕者恕不可恕者训之之 下人有时候有过时 这是在所不免 他为什么会沦落作同仆 我们能想象 我们能想象 他没有智慧 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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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此 鲁顿 做事 哪里会没有过时 即使有了过时 应当 应当仔细 那你是犯法 那你是犯法的 国家法律 做不虚可的 与此 与此 要是严厉一点 都与对方结缘仇 现代这个社会 普遍存在 报复的心理 报复的行为 这是社会大乱的 我们 除世待人介乌 不能不小心 不能不谨慎 有的时候 这个祸害不知道 从哪里起来的 这是自己疏忽 第四个是 若有鲜小私财 不得多知 这个下人 有的时候他急去一点财物 这是他所有的 决定不能够夺取 第五呢 给与物件当您平等 物得偏取 家里用的人都 上罚要公平 给他们的东西 给他们的东西要平等 这个一时日用 或者这个零用钱都要平等 才不至于人 引起他们内心的不平 引起他们内心的不平 在这个社会 我们现在接触的面 很狂 尤其是 这一个世纪 我们冷静地观察 就像外国人所说的 进入一个多元文化 共存共荣的社会 佛这些教会 我们更应当牢牢地记住 要一教奉行 那么孔孝 诸节里面说了 有年种 夜种是遇到人有极难 他不去安慰他 他不去安慰他 故意装强做事 把吓唬人 第二种 是图力 所谓是孙人力 这个孙人手段 孔夏是最常见的 孔夏是最常见的 这些事情 古今中外 古今中外 对我 尤其是 有权 有势力的人 西亚平民 百姓 这个手段 是最常见的 诸节里面 引用观世音菩萨 观音菩萨 在众生不为其难当中 以无为始于众生 观音菩萨修行正果 这是第一个因素 就苦就难 所以 我们乘观世音菩萨 为师无为之 所以 对于人在危急困难的时候 我们要安慰他 要帮助他 要帮助他 利苦的路 当然 这个里面 必须要有高度的智慧 要有很深远的见识 就是 开导于人 让人觉悟 把劫难化解 那么一般节呢 因素 当然是很多 其中 最重要的因素 是什么呢 执着 如果 经过的执着 彼此不能想让 这个灾难就发生了 这个灾难就发生了 两边都能够让一步 天下再变 灾难就发生了 灾难就发生了 灾难就花结了 人为什么不能够放下 指责 这个里头的因素也很复杂 佛说得清楚 坚固的之处是从我戒 我贪 我爱 我吃里面发生的 《向宗经论》上说 四大烦恼长相随 从这个地方缠身执着 不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 妄想分别之处 这是造业 既然造的业因 决定不能够拧除古宝 所以人生到这个世界来 为的是什么 佛的答复 我们越想越有道理 佛答复四个词 人生仇业 你过去造的业 你这一次来受古宝 就这么回事 过去造的善业 这一生得善宝 过去造的卧宝 过去造的卧业 这一生得卧宝 六道众生 如此而已 真正参透了 明白了 从此之后不再造卧业了 任何人 加害于我 我也能够忍受 不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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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怨人 知道这是自己过去造的业 今天应当受的果报 果报受完了 我不再造卧业了 这个前途一片光明 烧成怨恨不服之心 那个夜报 没完没了 运运相报 何时了 人生在世界 我们常常看到小动物 跟这些小动物 没有两样 多看看 多想想 人就会觉悟了 人命无常 过土为翠 六百天大般若经里面 给我们讲的 我把它总归结六个字 无所有不可得 无所有是说现象 金刚经上讲的 一切有违法如梦幻泡淫 无所有啊 所有一切诸法 摆在面前 就像幻化一样 梦影一样 不可得 我们把这个真相看清楚了 心就平静了 智慧就开了 烦恼就灭了 除世 待人接物啊 自然像佛菩萨那样的 和爱啊 自卑也 怎么会有 这个不正常的手段 就对人 不可能的了 所以不接受 佛菩萨 圣仙的教诲 我们不懂这个道理 随身烦恼 意气用私 没有不造业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讲这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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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讲这一段